住家位在里泽省知名茶香高龄90岁的卡罗斯曼先生 每次进出家门都像玩命似的 攀登这个摇摇晃晃简陋的木板车 在距离地面二三十公尺高的钢索上 以滑行的方式穿越三百公尺远的陡峭山谷 里泽机械工程协会的统计指整个黑海山区 有将近一千五百辆在列民众自行搭建 简易的高空缆车 2008年到2021年间有好几百人跌落山谷受伤 不幸有十八人丧命 去年七月还传出有一名二十五岁的男子 在装满茶叶的高空滑板车发生触电死亡的汗事 里泽省肥沃的土壤加上黑海所带来的湿润气候 让这里成为知名的产茶区 土耳其有三分之二的茶叶都产自这片山区 多达七成的居民都从事与茶叶有关的工作 大片分布在陡峭山谷间的茶园 欠缺妥善的道路规划 迫使民众进出运送茶叶都仰赖这些危险的私造缆车 boat很多人 boats操线 但他们奔不善了 终 Lie者大跺 八若楼满摇除了 川尖道了 销割能馆完 真相激 随便都 oluştur 领 润 千 מה 水 90岁高龄的卡罗斯曼先生被问到 为了安全起见 怎么不搬离这位在闲癌的房子 他笑着说从自家窗户 可以远眺埃白雪覆盖的本亭山山顶 他舍弃不了这片美景 公事新闻王霍文编译